大家好,我是冬少 不如跟大家看看鄧D有什麼玩 在我面前有一隻這麼名偉的船 這隻叫做RRS Discovery號 即是說這個皇家研究船 發現號,是英國製造的 其實這隻古船是很近市區的 你如果搭火車一出來就會看到這隻古船 它是除了是一隻三怪帆船之外 它還是一隻揚帆蒸氣機混合的帆船 你會看到它後面其實是有一個燃通的 有一個燒煤的,燒煤發動的 這隻船有什麼特別呢 你可能會看到這樣的船 你可能會幻想回加勒比海道這套氣 但是你就不會在上面找到加勒比海道 因為這隻船的目的就是用來探索南極 你可能會問為什麼要探索南極 為什麼不是探索北極 那時候歐洲原來已經探索北極 探索到七七八八了 這隻船是在20世紀初建成的 即是說其實那時候大家對北極已經是很有認識 所以就用來探索南極看看 你看這隻船吃水很深的 它這隻船的船體是用橡木做的 聲稱是那時候是最硬正的木牙 最硬正的木帆船 這一款所謂的蒸氣揚帆蒸氣混合的船 其實在19世紀是非常流行的 歐洲各國就是用來做這些帆船 就是用來打仗 用來做戰列艦 現在看到這一隻雙用為主 一次大戰的時候 然後拿到南極去探險 研究一下鯨魚 然後研究完 1980年的時候 就過來這裏鄧D 長期停泊 長期安放在這裏 不過真是很可惜 我們一般人是不可以上這艘船參觀的 其實它官方是有搞參觀的展覽 你要買票進去 有專人帶你進去參觀 雖然參觀不到內籠 但也可以上網看看圖片二淫一下 其實它的內籠也挺不錯的 大家看看這張圖 其實就是它以前還在航行的時候 的一幅二淫圖 前船位和中船位都是橫帆 後船位就是中帆 所以其實它在逆風或者順風的環境 都可以走得很快 再加上燒煤的話 其實都可以走得很快 看完這隻船 其實這隻船旁邊 是有一個都挺不錯的博物館 不過我就沒什麼興趣看博物館 我喜歡看實物多些 博物館就留給大家自行觀賞了 其實鄧D除了看古船之外 還可以看一下橋 可以看一下這條叫泰道路橋 另外一邊還有一條大橋 泰道路橋 1966年8月18號 由伊利沙伯女王親自通車 據問這條橋起的時候 死了十四個人 還有這條橋是收費的 打通了鄧D和南邊 這樣 然後我們來到鄧D大學 其實鄧D是有大學的 我們來做什麼呢 原來這一天 他們是有一個動漫展的 在鄧D大學裡面 那我呢 也帶了相機過來參觀一下 那當然 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實我在香港 有拍開Cosplay 那我過來 我想都可以玩一下拍Cosplay 看一下這個異國風情 可以拍照嗎 當然 謝謝 與金十四個人的 tongues 好 謝謝 你想 Volksge嗎 是的 所以你去帶一些照片 來冬試一下 讓我可以看看 我的照片 回家 所以这是你的Instagram 谢谢 我会看到你 接着还可以欣赏由邓丁大学学生领涵主演的 搞笑版中世纪骑士大决斗 你都说跳机 我这样跳吗 哈哈哈哈 这样跳吗 我的手 这样跳 先放小一点 这样跳 我听到他说 我听到他说 哈哈哈哈 哇 哇 打了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挺厉害的 一个打三个 这个还被魔法师 怎么看上次的魔法师 哈哈 最少没血 最少没血 放大去看看 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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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第二下 鞋子 没有了 鞋子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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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分难解 没有东西都扔了 拳头架 哈哈 哈哈 这样 怎样 大家扔他到地上 扔他到地上 扔他到地上 不扔我 哇 他把剑是会关的 OK 嘩 来啦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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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手剑 单手剑打 单手剑灵活些 但张手剑威力大些 但是这个 雄方是非常之快 嘩 嘩 哇 嘩 哇 嘩 哇 其实 双手剑 他个剑挖被人打了两下 嘩 嘩 他的盔头盔都掉了 嘞 懒得他把剑 客挖 剑挖威力大些 所以他可以 但他拔了一把斧頭插在後面 哎呀 這樣 倒數KO 愛丁堡過來的勇士 就是王芳 先握手 他這個是單手劍 他不戴盾到兩個刀 單手劍不戴盾 哇 哇 這兩個好似 擋住了 OK Round 2 FIGHT 哇 哇 又又 他自己扔下把劍 不是別人打他 他自己扔下把劍 非常友好 他又拔了把 他有兩把 嘩 嘩 這樣再用不死 這樣再用不死 噢 躺下了 哦 沒有了 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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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楊 登D 其實是在 愛丁堡以北的一個很小的城市 不過我看得出來 其實蘇格蘭人呢 他是 故意把這裏打造為一個旅遊景點 因為我一直在沿海走的時候 它的路都鋪得蠻漂亮的 而且公園也蠻漂亮的 在蘇格蘭的城市裡面是比較少見的 它的靈法是現代化的 不過雖然是這樣說 但其實它也給我有得歐的感覺 因為其實它的船 就停在路中心的旁邊 其實都 一走出去就好像有船搭 有天寒地凍 人煙稀少 最後就讓我們正心欣賞一下 這位路人在 鄧D火車站裡面的鋼琴 所彈的一首 很有北歐風味的即興演奏 稍為中心位 有兩次門公園 是 火車線 Zoom 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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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 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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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